這個活動是我們的文化資產 這個系列的 告訴這個系列的最末一次 我們這個一次是請賽下族的兩位 長期研究賽下儀式的兩位專家 因為是潘秋榮議員 潘議員是碩士論文也做賽下儀式的研究 然後博士論文也做相關的部分 可是他本身是蓬萊村大南部落的人 他非常特別的 他是十歲的時候就已經離開部落的生活 然後到了將近四十歲的時候 才再度回到部落認識 原來當然真的都會陸陸續續回來 參加一些家裡面親人的一些活動 非常特別的就是他離開了一段距離之後 回來有一個研究的角度 重新看待自己的文化 尤其是記憶的部分 然後也參與了賽下的文化負責這個部分 他著力很深 也有一些出版品 那另外一位 就是我們一位長說 我們今天採用會談的方式 另外一位也是台灣人和學生的 胡嘉瑜老師 胡老師做賽下的研究也將近有二十年 我替你算了一下 將近二十年 他本身另外的一個專長是物質文化研究 還有博物館的研究 所以這兩個部分 這兩個研究上的一個主題 跟他對於賽下的一個長期來的一個投入 就會是我們今天看到的 法斯達愛這個記憶相關的 作為國家所指定的物質文化資產 這個過程 以及他對於當地的意義 在國家的立法上跟執法上有他的一個角度 在地方上有一些特殊的脈絡跟意義 包括今年應該是正式通過之後 有一些 還有一些後續的事情 他們兩位也都會幫我們介紹 那我們就歡迎他們 來 請坐坐 好 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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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沒有跟部落完全脫及,就是自己家族裡面的所有的民俗活動,還有其他人 該回去的時候,大概都複裂,但是就僅限於南庄的霸凌部,確實是這樣 後來,剛才龍老師也介紹我,現在是民意代表 在一競選的過程當中,你看很多人都不認識 我吃了這個好大的虧搭,幸好我的先父王,先父王在霸凌部落裡面算是不錯 所以呢,大概就是,退一去跟魚鏡頭,大概認識了 同時呢,在這個旅期,我做說這論文、國這論文都回到部落去了 大概也有些這方面的,給我的鄉君認識,所以後來就比較順利一點 我主要在參加山下族的各種祭典是在1995年、1996年的時候 就是為了這些說這論文,回去觀察那個奇天集 奇天集是我們另外一個全族性的祭典,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那後面這些電視的畫面裡面也絕少會找到這樣的畫面 並不是太多重要 那是裡面出現了一個人,那個是我 我就是特別要試驗看看,跟巴斯塔爾提牌的記者 一個是成天要面對媒體,一個是從來媒體的報告 那這兩個祭典,全族性的祭典,後來它的發展情況是怎樣 所以我有意的,雖然我在那裡工作已經參與工作了20年了 在奇天集裡面,我單身用會計總約的工作 然後也是在儀式裡面,也需要做一些引導 通常我就在事後才通知媒體 我常常會被媒體抱怨,但是國內事實是這樣 因為我們沒有固定日期,跟巴斯塔爾一樣 就是後來要做一個決定日期的一部事之後 才開始,而且時間很短 我常常用這個理由來說,我們為什麼沒有通知 另外巴斯塔爾呢,因為大家比較重視,而且比較了解 所以每次,我大概也是擔任這個職務 就是文化組宣傳的,大概也差不多20年的時間 每次就是在巴斯塔爾之前一個多月就開始要面對各式各樣的詢問 有的是媒體,有的是研究的同行 有的就是班的遊客,非常多 所以我現在也蠻會一部媒體 所以我拖這個職務人的職務 所以慢慢也會知道說怎樣 雖然我以前也真的是出身過媒體 出身,我在中央電台工作過 剛才彭老師介紹的不是很清楚 我是道道道弟弟或是弟弟道道的三下族人 所以不要被我的外表跟口音整個摸騙過去 因為我在網路電台工作過 受過這個口音矯正的訓練 所以是這樣子,再也回不去了 然後這一次我收藥來這裡 特別童老師這邊給我們一個非常大的題目 就是我們經過多年的努力 那巴斯塔爾終於進入武漢部執政 作為國家重要媒庶 前面的過程都非常非常順利 一直到今年11月左右 每次我們巴斯塔爾都有一個法科合 就是結這個芒草 決定這個會議,決定祭典日期的會議 在那個之前,我們就是 大概當然也是文化部文字曲的一個想法 我當時也沒有預料到說 後來有那樣的發展 那我們就決定說 是不是在兩邊祭典分別受贈 結果就是受贈的一個情況 分別受贈 然後就在每一個祭典之前 第一天之前 大概若干時間之內 我們就來公開受贈 那就是我們理解到的 南莊跟武蜂 七點之前的第一天 那十相差一天 就是南莊提前一天 武蜂後面一天 但是就在那個雙邊的第一天 分別由文化部的 可能他們講應該是高級的長官和官員 然後拍受贈 當時大概可能事情太順利了 我沒想到後來有沒有這樣 但是這必須要從頭講起 這個畫面是在兩年前 以前我們拍的那個巴斯萊的畫面 因為這個畫面蠻經典的 我們在網上公佈的時候 很多人用 對於歡迎大家的朋友 代表大家對於巴斯萊的那種 那種想法 火啊 還有這個 還有豚領 還有那個最右邊那個 火帽 Kerakil 大概很能夠表現 一張圖就可以知道說 巴斯萊是怎麼樣的一個儀式 兩年前的儀式就是 三天都下雨了 所以很多人穿著雨鞋 地上都已經不開了 不過呢 這個也沒有連結到我的儀式基點 這是一張 好 再來 再下一張 好 這比較近畫面的 兩年前只有兩張 只有兩個姓氏 做這個 給我們一個 好像奸行 那 那 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個 雖然是說 我們是 每個氏族都必須做一個 但是 他可以決定今年做 做 有自己的一個說法 所以 兩年前 2012年的 巴斯萊在南莊 就是這裡 風家 這是豆家 那因為風家是 人口最多的姓氏 他一定要做的 因為 三個晚上 年輕人在那邊跑豆 他們有足夠的人力了 有些姓氏 人很少 他確實有困難 所以 長年也沒看到他們製作 那 像我姓刊的紀念就有 前一次也有 就是這個 2012年這個 沒有做 那 那豆家為什麼會做呢 因為 我了解是 我們那個 巴斯萊每次都會挑選一個 氏族 做那個領導 就是 斜伴 斜伴這個 祭典的一個姓氏 然後最後呢 他會 領導就是 祭典 最後一天 我們 結束之後 吃完這個 糯米糕 喝完這個糯米酒之後 還要爆這個 後醬 像今年是 中家 然後是豐家 我們都去啊 然後很有趣啊 就是 去旁觀的人 跟去參加的人 都要喝非常多非常多的 冰沙 這是我喝的不少 所以他一定會有一個 兩個在這邊 就是最多的 或者是 奈琳拿到了領導的家床 他都會 製作這個旗子 所以 今年就有兩面的信封 其實 這 特別的 特別有趣的 好 再下一張 好 這也是很經典的畫面 就是 大家想像中的 巴斯萊就應該是這樣的 然後 這 這三張的 這三張的照片 都 都以為共同的特點 它都特別的乾淨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 這個意思好像很完整 反正它就是 本來就是應該如此的 其實不然 我今年會 就是 前面發生的一名 就沒有去拍 我很想拍那個 在外圍啊 祭典的外圍啊 它就讓人擔心的一些事情 例如說 攤販 例如說外來遊客吧 例如說他怎麼樣去 介入了這個 這個祭典啊 或者說 衝撞的祭典 這個畫面 我沒有拍到自己 在我心裡面 所以我就先介紹 這三張比較完整的東西 是大家印象中的 因為在媒體也好 在後來的 好多的這種 各種報道也好 各種的介紹也好 都會用比較完整的 照片來呈現啊 好像 攝影的人都希望 這樣表現啊 所以這也是不例外的 好 再來 底下沒有照片啊 有字了 就是說 為什麼會發生 我們這個 設定的主題 就是說那個 我們 受症的時候會出過問題 我自己 經過這個 很多月已經 一個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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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三下族的 上天舞祭壇 就有兩個 非正式的主題 一個就是 原來的祭壇 我們張老會 就是 等一下 下面會有個畫面 就是我們 河邊 河邊會議裡面 那些圈子啊 從最內 最核心的 然後呢 大概是蛋黃部分的 蛋白部分 都會看到了 三下族 世主社會的特色 然後另外一個組織就是 為了因應觀光客 我們好多的行政的協助 我不得了 不顧組織了 它的前身啊 最少我們叫 三下族的 海明系管理委員會 或法治大學管理委員會 因為公務員們 對公務員們 確實有一些困難 我們就把這個 祭典管理委員會 轉型 就原來的組織 轉換一個招牌啊 叫做 苗麗縣三下族 八十代文化協會 這樣 所以就成立了這個 協會 也有 有像理事長 有像總辦事 也有各組的分工 那組成的人員啊 上面一個 那個基點呢 就是長老級的 各姓氏都至少有一個兩個 長老級的 我們在那個河邊會議的時候 看到他們發言都知道 哪人是長老 這樣 再有就是 後面這個 文化協會啊 是處於中青代的 九支了 那 到現在已經有三任了 理事長啊 第一任朱姓 第二任是封姓 不過他是 暫時性的 暫時性的 明語齒啊 他身體不好 網上改靈 又是一個朱姓 在這裡 現在的理事長 他是不一樣 第一屆跟第三屆的人 但是都是姓氏的 我們盼望這樣子的一個 為什麼 就是希望 都是由姓氏的來領導 就是跟這個 朱姓做主席做對應 希望他們 因為這個組織也沒有 很特別的其他任務 就是為了這個基點來主席 我們也不會再去申請別的補助 別的活動來辦 就是專門為了這個 馬斯大爾來成立的主持 那 在2008年至起 那個時候我已經 我還沒有當第一代表 我是在苗栗線上 轉戰做過的公務員 那時候我們的文化局 那時候名稱叫文化局 後來等下我會講 他改了名稱之後 帶給我們一些困難 那 就 找到我 知道我 我是三項族人 然後呢 也比較關心技巧 就是說 是不是 來做這種 登陸的工作 就是現職的那個 那時候還叫 無形文化之常 或者是非物質 文化之常 那樣 我覺得這個名稱 才比較好 後來呢 那叫做國家重要民俗 也有些的努力 那 很快 很快 那 有些評審委員來 參加 應該是2008年之前的基點 然後就 那一點我就通過了 通過之後就努力了 想全國的內心 其實我原來的 最初的想法是 要一步一步的 向文化局 教科文組織來扣關 這是有步驟的 所以呢 就到這個 中央成期了 那時候也很順利 就是 透過幾次的 評審委員的那個 詢問 我們答覆 然後呢 評審委員也來 現場兩地看 好像有兩年的時間 分別看 兩次了 一次2010年 一次2011年 這樣都特別來 兩地觀察 後來我們又到文化局 做報告 其實我覺得 這個過程是延寂 但是對我們來講 我是非常有自信的 那 果然 在去年就 被指定了 被指定 登陸了 就是 後來叫 我家的重要民俗 還有 後面的幾個字 文 跟文物有關的 好像 因為我們也有登陸文物 所以 一世本身 通過了 當時就是 為了什麼時候受證 就 有普通的討論 所以 為什麼會 2013年通過了 要到2014年受證 就是因為 那一年沒有 紀念 一直要到紀念 所以 到了 今年的上半年 我們也特別為了這個事情 也討論過 所以我們就是跟文化部 我們支持那邊 那我們這裡就是因為有這個 我剛講的 巴塞文化 文化協會 一直在從事這個 就是 紀念以外的 跟巴塞有關的 一些工作 像我是裡面的文化組的 組長 宣傳的組長 這樣 所以我是 話開不掉 一定要來 承擔 另外就是 李市長 他也非常贊同 所以呢 我們也到 台中的不知識也好 台北的文化部也好 都去過 他也非常了解 然後我們都回來 有開過這個 一個是我們的那個叫做 李監事會議 我們的李監事就是 個性是至少有一句是李氏 就算你這個姓氏 即便一兩個人 你也必須是李氏 人多就是一起過兩次這樣 十幾個姓氏 變成一個李監事會 所以 每一次我都回來 都有人跟李監事會在報告 說這個 我們這個 生辦的季度是怎樣的 所以大致上 我們都認為 大家都知道 而且 沒有任何意義 我再插開一個話題 我們在去年到今年 我們曾經 因為園民會 他的要求 或者可能過 來深色這個 塞下族的部落學校 就是很典型的民族 民族學校 民族教育學校 我們也很熱情的 就是 要 要聖辦 其中有個要件就是 必須要有 現在核定的部落裡面 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部落 以上 通過 才 核准聖辦 結果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每個部落 沒有不贊成的 所以 三下族要 形成共識 非常容易 我們只要把 這個大屏幕 放上去 說對我們三下族 是有利的 大概至少就不會有反對 那這個 回過頭來就是講 也是一樣 我們 得到國家來認證 有什麼不好 也沒有說 不好的地方 唯一就是會有人 問說這個 跟觀光的關係是怎樣 我也會回答他們 觀光不是 我們被核定之後 才進來的 好幾十年了 這個年代甚至 我都說不出來 是哪時候開始的 至少三十年是有 那 為什麼 我們會去看以前 有沒有受干擾 而是說 文化部介入之後 會受干擾 這樣子 我是用這個去說服的 所以大致上 都通過 那就是 決定日期 後來回想起來 我有點輕忽 我們這個文化協助有點輕忽 就是 文字集 希望在 希望在祭典之前 甚至是祭典的那一天的燒早 就是祭典的前 要開始之前的來 是不是來受贈 本來 大家看的是皆大歡喜 而且是 有利不害的事情 好 那 但是呢 在今年 我們 我們那個約期會議 一年是在武峰 一次 一次在武峰 一次在南莊 今年是輪到武峰 當時 胡老師 事後分享好像也有點 絕對不太內心 我坦白說 我也覺得好像有奈不周到 對方說不出來 果然 果然 在我們說明之後 尤其是在我說老話之後 我把這個 為什麼要變成這個 國際中央民俗這回事啊 花了大概十幾分鐘啊 講了很多遍 怕說有些人沒有聽過 當時也沒有聽過 有回想 下一個就是 就是 剛才畫面裡面大家大概也看到了 有一位 路國平先生 他是從現任的 那個 那個 像天福祭團的主企 他忽然就發言說 這不行 然後 不要受傷 然後 跟觀光跟商業有關這樣 哇 我好詐異喔 因為我 我理念當中 這些東西 不存在 而且會極力阻止啊 為什麼你要 當場 我沒有辦法反駁的時候 講這個話這樣 李師傅 他講的話 大概 我知道受政這回事就沒有了 那 這中間我後來 那個過程很短 但是 回想起來時間好長啊 為什麼他會跟觀光有關啊 就是一個就是說 火門苗栗的 我剛講的那個文化區啊 後來這幾年改名了 他因為有單位合併的問題啊 他叫做 苗栗縣 國際 文化 觀光局 他把業務合併 然後局面也變得比較長 所以他 我們介紹這個 來賓的時候 這是苗栗縣的文化觀光局這樣 所以好多的族人啊 聽到觀光這兩個字 就以為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觀光的推展的事情啊 這樣 受政這個東西啊 他是 很 很文言的漢字啊 受政 大家一聽都明白 可是三下主人 對於受政這兩個人 不太理解啊 什麼叫受政 我那時候我記得我會講 頒發證書啦 不是事後 就是我在說明這個事情的時候 頒發這樣的證書 說我們已經是 國家級的重要的學家 其實我 當時下面大概有一兩百人 因為我已經很習慣在台上講話 我有很多的盈利的時間去看大家反映的眼神嘛 其實 百分之九之九啊都是 非常讚許的眼光啊 我真的覺得我做對了一件事情啊 後來 百分之一的百分之一出現了 一切都被否定了這樣 一切都被否定了 但是後來啊 我才知道 我們現在的現代科技太厲害了 就是F1啦 臉書啦 臉書啊 臉書影響了好多人的判斷 好那 好像 剛剛結束的選舉也是這樣 就是說 他太厲害了 雖然不是一言堂 也是一言堂 怎麼說啊 就是 我們在之前啊 在今年的 今年的上半年啊 我要求了我們這個文化官方局啊 在 就是剛剛那些照片啊 就是我委託文化局來拍攝了 我說這些照片太可惜了 就是存檔太可惜了 是不是辦一個 辦一個這樣子的照片展啊 但是照片要有詳盡的說明 後來就變成一個 題目叫做 八時打野的文化探險 現在還在那個 裡面風味館展啊 因為他們覺得不錯 台北就是 大家有空回去看一下 對 那些照片就是 2012年拍的 再加上我自己的 不是委託人家 是我自己拍的 前後半段的 嫁進去 都覺得很完整啊 就 就 開始展啊 分三個地方展 再聊天 第一次展之前 就拍一個記者會 那記者會當然要有一些表演啊 就邀請了我們南莊香的 我的家長那邊龐萊博翔 長年的有 訓練這個 八時代的歌舞 那當然 大家會問說 八時代的 Youtube這歌啊 記歌好像平常不能唱啊 確實是這樣啊 但是我們有 那個教練啊 曾經有到我們主機那邊啊 去做 做一個 就是要求啊 拜託一個動作啊 去劃解一下 嗯 三校圖就是用一點 一瓶酒啊 還有一點點 少量的新台幣啊 以前我們是用那個貝珠啊 邪樂啊 那現在沒有啊 就用很少的新台幣 就是這個意思啊 就是要求說 可不可以呢 用主機做允許啊 允許 所以 半人也可以在那邊表演 小孩子也可以在學校學習啊 所以我們就邀請他到這個 因為八時代要對考嘛 八時代文化探險 就在那邊表演 那現在就是說 因為好多人都會拍馬 手機就拍馬 然後呢 就上傳了這樣 就有一兩個人呢 就認為 不妥當 不妥當 所以在演書上 就說得比較 嚴厲一點 嚴厲一點就傳到了 這個 超時這個祭典的 族姓家裡面這樣 那他們家就是比較 我的瞭解就是比較 保守一點啊 寧願保守 寧願保守 所以呢 不管他講得合不合理啊 他就接受了 因為要反過來 邀逐我們比較容易 我們比較聽話 那要 要去 解釋給那些人聽 不容易 他們有既定的印象 就認為說 不是商業化的 其實不是喔 就是學校的 那個 小朋友學習啊 這樣我們認為 真的是一個好 因為現在社會 跟過去不一樣啊 我們好多的都會區的小朋友 對自己 原來的文化 一點都不了解 我們很希望透過小朋友啊 透過小朋友去學習啊 然後呢 他們的兄弟姐妹回來啊 也會影響 好 好 那去年到今年我們 因為已經通過了啊 那我也受過邀請 有幾個學校啊 化學也好 高中也好 邀請我們去做這種推廣 好 那 我放了很多投影片 同時也邀請了大人部分 那個 把時代的歌舞表演去 我覺得 回想很好啊 好像那個 焦大 焦大那個 英文中心有 還在網路上 大家可以看 就是我講的東西 我自認為它是歸廣 並沒有說觸犯到很多的 三家族的天橋 但是也有人會有意見 好 那現在多元化社會 只好是接受是這樣的 那就 因為好多人反映意見 所以才行呢 說我們在約席會那天 我們那個朱家的土地 他忽然之間就 說了一些 我到目前為止 還不能接受的話 但是因為他說了啊 所以呢這個事情 授證這個事情啊 本來那天要改齊了 不是在 不是在紀典的第一天 而是在河邊會議之前 後來也否決掉了 決掉就 這個件事就 沒有啊 但是授證還是要授證啊 以下我要講就是 我們要怎麼去 去接受這個證書啊 因為 我始終認為 被指定為國家中愛民主 這些事情沒有 沒有什麼 衝突啊 有什麼衝突 可以接受的啊 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因為現在來講 你絕對不怎麼樣 你怎麼知道 十年到十年後 五十年一百年後會怎樣 要不然以後想 那 我想先 接受再說 所以我跟現在這位女市長 就決定說 我們會要請 比較認同這件事的長老呢 我們到 國防部指定的任何一個公開的場所去領 這樣 當然也要被報 也要讓大家知道 只是不在紀典的現場 我想這一點 我想突然就會 比較了解 我不要用 亮點這個字 好像我不會匹配亮點 說起來的就是這樣 那 我看還有嗎 還有 對 好 這個就是 我剛講那個圈子的問題 還有下一張 還有下一張 對 這個就是我們轉型 作為這個 文化協會的那個會議 大概七八年錢 還好我留一張照片 好像沒有人留 剛好有一個紅布條 就是強力發揮 為什麼沒有特別 因為我們覺得太自然了 我以為會轉型而已 我也沒想到說 後來要 這個協會會 以為會越來越重要 再回到前一張 對 好 你看這個內圈 這個是當時的主計 你看他現在老了 這是夏家的 這是趙家的人過世了 這是現在的主計 武蜂的 朱秀春 就是 最內圈的核心的 是比較重要的 每個姓氏 我們大家都承認他是 長老的 還有一些 像這個 戴白茂子這個 他始終主導我們的 祭典 他是姓峰 那個 風天長 他一直很多 其天氣態 一直是說的 在畫面當中 出現久了 大家以為他才是 大概是這樣 後面 有一些你看那個 看法色就知道了 從白頭髮到灰白的 到黑頭髮 這就是我們的組織 就是 當長老們都發言結束之後 中圈的也可以 後來年輕的也可以 有的年輕也要先發言 他家族沒有人來 他必須要發言 剛才來的時候 好像我們有看那個 很短的一分多鐘的影片 有一個年輕人 叫庚木法 他是後來改母姓 都是冠上母姓 更改 更改 他就取得了一個 作品身份 他就是很 很詫異的被指定 剛好他的家族 沒有人來 只好 他不會山下語 他只好用 國語 跟大家打招 現在 我們約期會議的 順便提一下 我們文化跟語言的狀況 我們在部教會議 允許說 大家用山下語以外的語言 來發言 通常是 國語啦 文化 這樣 那 我所知道是在 武蜂那邊 如果只有武蜂的族人開會的話 說著說著就用太陽語開會了 然後如果我坐在旁邊 我就會 我就會 那個 認為我到了國外 真的是這樣 然後到 那個 大家不要忘記 除了 土蜂 還有一個地方 很小 師坦 百壽 百壽 我常常去參加他們的部落為宜 因為我特別關心那個人 那個部落 常常去 每次他開部落我就去 我發現說他們 我在公開講話的時候 當然是我 因為還有別的單位的人來 他們在私底上討論的時候 是用那個四線客家話 那邊是講四線話的這樣 不過呢 還好有一些 至少中年以上的人 對男裝的人 他們就這樣 晒下語這樣 那這個圈子也是這樣 大概 白頭髮人都是純粹的晒下語 然後就跟著法社 但是他加入了外來的東西 叫服務這樣 如果我 我發現的話 我最多問候完了 我就改我現在說的話 我沒辦法 因為那個紀念語言 好像比較困難一點 那我正在學說 那怎麼樣跟祖先溝通啊 因為未來 也許 我會被奉派做那個 跟紀念系有關的一切 這樣 所以我必須要學會 我們賽下叫馬路嘛 就是溝通嘛 因為我們賽下也溝通這樣 就是 恐怕就是我們不得不面對 所以剛才我也想到說 那個部落學校 部落學校很重要 很可惜 沒有通過 這以上是我的部分 就是賽下主任的部分 然後也是 真正在參與這個 申請這個 非物質文化遺產 或是國家中藥秘屬的一個人 這樣 跟各位報告說 那天那些事情有沒有 是衝突啊 系統溝通的 溝通的點 我們很容易就可以解決 只是那個烙印 真的在我心裡面 我沒有辦法 壞的消息 這是內心話 我的部分先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大家晚安 剛剛聽到 潘秋龍議員 談了很多 他自己 親身參與 八十大愛 三下之八十大愛 要這個 申請成為 國家的文化遺產 還有這個 中間的一些協調過程 那也許我 再來補充另外一些 角度的這個訊息 剛剛可能 派議員談的時候 我沒有稍微談一下 其實八十大愛紀念 在台灣 尤其在台灣原住民的儀式裡面 他是有非常特別的地位 三下族雖然人口並不太多 目前那也是六千人左右 差不多有六千 可是他的一些文化特色 可能是在台灣的原住民社會 完全跟其他的族群 比較起來的話 完全不會遜色 而且可能還有他非常獨特的一面 一個方向 一個方面就是 就是 三下的社會其實有十四個 基本上算起來是十四個 姓氏的氏族 所以這個社會的運作 基本上是十四個姓氏 共同協調一起來行動的 那所以他變成在台灣原住民社會 目前為止 可能是整個族群的認同力是最強的 因為你們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各族會有全族性的儀式的 大家可以再想 而且他們現在 他其實不止一個 其實是兩個 只是巴斯達愛他有他特別的重要性 是因為他非常外顯 齊天記是不像巴斯達愛是要穿著 傳統形式的歌舞 然後有外人 這麼多的人來參加的 那巴斯達愛就完全不同 他就是有一個非常對外展演 也是自我展演的一種方式 所以那個性質是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這個紀點等於是一個全族整合 對於全族的共同行動變樣的其中 還有他們認同的形成非常重要 這也是為什麼其實在那個 國家文化銀產的考慮裡面的時候 會被當成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那當然另外一個是因為 這個儀式也跟很多儀式不太一樣 他既然這個巴斯達愛 字面上就是在記達愛 達愛並不是一般的主名 他反而是原來的 那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最重要背後的精神 是要去調解那個跟達愛的衝突 所以那個調解要和解矛盾跟衝突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儀式精神 所以我想今天其實透過 從在下族巴斯達愛來談 如果國家的這個文化遺產的政策 文化資產的政策 其實是一個新的外來的力量或要求的話 其實確實是對原來本來在映作的一些社會的習俗 可能會有一個新的影響 那這新的影響也是要需要被調節的 被重新的整合進來 不然的話一定會對新來的力量一定會造成 新的一些刺激或者是外來的一些新的概念想法 所以怎麼樣調解 怎麼樣和解 怎麼樣把這個矛盾可以調整 我覺得剛好這個賽下族巴斯達愛的一些過程 也顯現出這個新的國家的文化資產的政策 怎麼樣子來進入原住民的一些 過去的一些傳統民視裡面是必須要好好思考的 我講一下 我也能讓大家來看到 文化資產的政策裡面 對於目前在進行的時候一些程序上面 是不是確實要有一定的考慮 尤其是在最近這幾年來 跟原住民的不同社會比較互動的時候 可能都是要考慮到怎麼樣來調解這些 有什麼可能性 好 那賽下的巴斯達愛當然有他這樣的特色 那他的社會運作裡面 氏族 姓氏 每個姓氏的這個組成 都是在他的這個社會裡面 有一樣一定的重要性 每一個姓氏都有他的重要性 所以其實在賽下的疑似 其實很多時候是不同的姓氏的主持 所以我們看到的巴斯達愛是朱家 朱姓的主要當主的這個祭 可是當然這個祭典裡面是要 所有各姓氏的人一起參與 共同參與然後扮演不同的角色 把這個巴斯達愛的祭典可以很順利的完成 那順利的完成這個祭典對於整個賽下的這個運作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也就是其實很多姓氏都在裡面有代理性的角色 所以事實上是那個調解那個要受證的時候 又有人出來講就是這個 這一點不是只有主地家的 其實是大家的 因為賽下的各姓氏都代理了一樣的角色 那本來在溝通協調的時候 賽下的這種姓氏裡面的代表性 就是在每一個層級的事物的溝通裡面都很重要 幾乎上幾乎各種事物的調解 都需要有姓氏的代表出來參加然後表達他們的體驗 那賽下的這個巴斯達愛的申請的過程裡面 我想剛剛看議員談了一點 那我可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談 也就是其實我本來做賽下的這個研究的 真的差不多有將近20年了 實在時間過得很快 那我自己原來進去做調查的時候 主要的這個議題跟交流是不濁化的 可是也是因為進入了這個部落裡頭開始做調查 我自己發現那個男士 尤其是儀式的象徵物非常重要的意義 而且在不同的儀式裡面有不同的象徵物 那當然大家看到的巴斯達愛的紀念 御用了特別多的象徵物 而且那不同的象徵物有一些不同姓氏的人 要負責製作或者是負責協助 所以後來的研究大概跟這個儀式的象徵物 是有很多的關係 那當時在談這個上下的巴斯達愛 尤其是在國家的文化資產政策改變以後 因為我想大家知道 我們的那個國家的文化資產的這個政策 在開始推動的前面幾年 大概1980年代出來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去執行跟非物質文化有關的 那跟非物質文化有關 當然就是比較跟這個公屬性有關 那所以其實前面的幾年大概一直到2005年 可能我們修法把這個非物質的這個部分 納進來之前 原住民相關的文化遺產的指定 是非常非常少的 應該是從頭到尾這個只有一個 應該是舊社 應該是好查的舊部落的指定而已 這個國家級的母基 那其他其實大概都說原住民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那等一下我可能讓大家看一下 這一張的表 你們可以看到就是到目前為止 全國那個登陸指定了五千多件 那到五千多件是象 這個象裡面分成這麼多類 這個就是目前的分類裡面分成古經 歷史建築 聚落 遺址 文化景觀 古物 傳統藝術 還有剛剛講的單見的叫民俗與相關文物 那這是目前的分類 可是現在已經開始在檢討 就是執行論這樣子的幾年 從2005年修法以後 開始有了這些類別以後 比較明定了這些類別以後的執行過程 其實也碰到了很多問題 那這問題也就是開始 現在正在修文化資產法 尤其是要修跟原住民有關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些五千多項裡面呢 其實大部分是縣市政府的登陸跟指定 那縣市政府的登陸指定 你可以看到就是鼓跡有八百多個 那後來指定成為文化部 指定為國家級的其實90項 那其中一項這個就是一個舊社的聚落名詞 那當然舊社聚落的名詞就是因為它已經是國家的國有地的範圍 就是把那個舊社根本就是在把它收回了國有地 那歷史建築呢 一千一百五十三個 那沒有一個墊國子地 當然就更沒有原住民的 那聚落呢 大概有十二個 有一個墊國子地 椅子有四十三個 七個是國子地 那文化景觀有四十八個沒有國子地 那原住民有關的 幾乎全部是2005年的修法以後 才開始行動以後 才開始有原住民的這個相關的文化資產的指定 古物類一千兩百八十二件裡面 國子地的國保值有兩百四十幾個 幾乎都是跟這個 大概除了故宮以外 大概就是重要的國家級的影子裡面出來的品物 只有兩件也是在兩年前指定了人住民的文物 就是在中央研究院的民主所的兩件 所以目前就是這兩件 當然今年台大提出了兩件 那我們後來還要看怎麼樣進行 那真的我們在講的 非木質文化或者無形的部分 是後面這兩個 傳統藝術 還有民俗與相關文物 傳統藝術的類別 過去人住民的項目非常少 幾乎也都是在2015年 才被納入考慮 因為過去 名字不叫傳統藝術 叫做民族藝術 叫做民族藝術的時候 就有非常不一樣的含義 民族藝術就是中華民族的藝術 所以民族藝術的時候都是 大概就是漢族的這些 有什麼這個 族藍術 族藍術啊 葵人術啊 或者是這個 焦紫燒這些東西 那一直是到就是2005年以後 出現了三件 我們大家也可以 想像 多年族的巴布格音啊 台灣族的筆笛 有一些這種傳統音樂的項目 開始進來 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任何一個原住民的公益 是被指定到裡面的 那民族跟相關文物呢 其實在無形的文化資產 或者是我們在講的 非文族文化資產裡面 其實無形的影響是比 遠遠比這個 這個有形的影響來大很多 因為無形就是還在 尤其是在跟民族跟相關文物裡面 他就是因為他還在生活裡 他幾乎就是還在 部落的生活裡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 一些傳統的風俗習慣 當然主要是儀式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143項的登錄裡面 16項是國家指定的 那四項是原住民 四項全部是儀式 包括阿米族的這個 Belisin港口大港口的這個 風靈記 包括宗族的這個 Majasky的戰記 包括在下族的Bastai 包括平谷的這個 雞被耍夜 所以目前就是這四個 所以其實指定的都是儀式 那這個儀式 大家可以看一見 其實都是在跟原住民的社會的 民族的形成 有很重要關係的 所以也就是它其實是會影響 這個社會的行動的 那它不像是一個物品 比如說指定的就是指定 不喜歡就算了 所以它其實那個過程裡面 真正的影響到了人的生活 因為本來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現在的指定 好大家可以看到有這樣一個 那當然你們看到這個數字的比例 我沒有下一個 那個檔案忘記帶來 OK 那這個比例裡面呢 你們可以看到 就是整個國家的指定裡面 原住民的項目只佔了 只移不到 大概只有0.6 那也因為這樣 有很多站在數字的考量上面的時候 很多工部門的工作人員 或者是立法委員的質詢的時候 就認為這是對原住民不公平的 所以一定要快速的 把這個比例給拉好 免得看起來就是不重視原住民 因為數字上是不重視原住民 所以有一些像這樣子的這個論述出來 就是說這個不行 一看就知道是對原住民不公平 所以一定要讓這個比例快一點可以平衡 所以很多工部門的工作的人的心情 是這樣的 既然說我們做的太少 我們快點把它給指定了吧 所以那個快點指定就會開始出現 跟這個是矛盾的 因為你要真的介入人的生活的時候 就不能快點指定 你想要快點指定 那就一定會出很多問題 那我想目前看到的問題 都跟這個是有關的 就是工部門要達到 某一定的績效的時候 他希望快點把這個數字拉起來 那快點拉起來的時候 可能就沒有辦法去很細膩的 去處理一個不同 尤其原住民社會 有這麼多不同的社會運動的形態 還有不同的文化價值觀 那你要快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去顧慮到內部的那種方式 所以這是其中我們看到的 在文書林跟這個文化資產法裡面 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大概大家心裡就要有數了 不可能因為數字上 體力上這樣的漂亮 我們就希望它快了 因為如果希望它快 它最後的結果可能是不好的 因為如果文化資產法是希望 真正希望這個文化的傳承 可以因為這個而得到更多的力量 而不是來一個力量 破壞它的文化傳承的話 那就不能因為數字上漂不漂亮 而要加快速度 不加快速度 因為希望它的文化能傳承 就一定要給它一段的時間 能夠慢慢的在內部有一個調整 因為如果它沒有一個時間的階段 內部調整的話 就一定會有一些內部的矛盾衝突 可能會因為這個外來的力量 會被激發出來 所以我想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為什麼產生的 那這是兩種力量 一種就是從數字上看起來 就是對於文書林的功能 一種就是你真正指定了的時候 並不是因為你快把數字拉起來 就是叫做這個 我們自己常常在就成績考完的時候 就是分數為考慮的時候的 跟這個品質考慮的時候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如果你只是數字 就是像分數一樣 那你一品質你就要真的考慮 真的在內部的一些細量的操作和預作 那在下巴斯大愛的這個 當時提案要變成是文化資產的時候 當然經過很多的程序 原來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在巴斯大愛的舉行 我想大家可能知道 它其實是分兩個集團 在兩個定點做 一個是在新竹的舞風 大愛的劇場 一個是在南莊向天府的劇場 那這兩個劇場 各有各的劇團 各有各的經營跟組織 可是事實上這是一個儀式 我想剛剛安宜有非常強調 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有接續性的 所以他們在兩個集團 在每一次要舉辦儀式之前 都要聚在一起 要一起告訴股仙要做這個儀式 然後要接盲草結 定好一期 誰先開始 哪一天開始 所以那是要商量協商 所以其實基本上 分兩個場地其實是一個儀式 那這個其實當然是有它的歷史渊源 因為老人家的講法 當然就是過去是在一起學習 那後來才被分成兩地 那後來被分成兩地的時間 後來我在看這個時間 應該就是在日本時代 那日本時代 很有可能是因為 跟當時的愛人縣的推進 是有關係的 因為愛人縣的推進 剛好把南莊的這個 這個俄崩祭山那邊 其實是穿了一條愛人縣 所以剛好的那個 男群改群的花魂就是在那裡 所以 這兩個地方的這個祭典 當然在現在的文化資產法裡面的程序 進行的話 縣市政府的指定是由各縣市的 至縣市政府來提項目 然後找人來審查 所以呢也就是新竹縣有新竹縣的做法 苗栗縣有苗栗縣的做法 也就是一個儀式被新竹縣要登陸一次 苗栗縣也要登陸一次 這是兩個縣市政府 他們各自要出來做指定登陸 所以當時在縣層級的地方層級的是這樣子 就是各登陸各的 所以新竹登陸一個 向天湖的這個苗栗縣也登陸一個 那真的進了這個 提案進了這個文化庫的文資局的時候 在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們當然邀了我去談 那當時我就是有一點希望 因為巴斯達爾的意義跟他的社會作用 非常的重要 尤其對賽下族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當時就已經提議 就是要辦部落的做台湾公園 不要自己開會就決定了 而是要先回部落 讓部落的人表達意見 所以其實辦了兩場的這個部落的協調 跟公園會就是在要不要指定 因為我們希望是知道真的指定 是對賽下族人來講是正面的 他們認為是好的再指定 不然的話就慢慢再談 不需要一定就很快的 就定要不要指定 所以其實程序蠻長 包括去從這個20000看起 就是那個04開始看 然後分了幾次去辦部落的座談 那部落座談的時候也要求這個 當地的這個文化的單位 一定要邀個性式的代表出來 如何參加共同的表達意見 所以在那個座談會的時候 用了一段工具 所以我覺得大概可以看到 大家的意見和表達的想法 那當然大家都有一些疑慮 那可是這個疑慮 最後大家的共識還是認為 這是也是一種文化的驕傲 所以他部分來參加的都是各性式的雜牢 所以基本上他們都認為 當然這是上下族文化值得驕傲的地方 那能夠變成國家的文化遺產 他們認為是一種文化 那這是最後的共識 可是中間有很多的疑慮 或者是他們有一些顧慮的地方 當然也會有表達 譬如說觀光 所以山下族的這種儀式 我想巴斯大艾當然是更嚴重的 就是很擔心觀光的影響 跟其實商業的影響 那基本上山下族儀式都很擔心 有沒有祖先的資源 會不會被商業化的這個考慮 那觀光的發展跟開發過去以來 一直好像也都不是一個很正面的 就是好像常常觀光是被人家開發 而不是真的有那個觀光資源 可以被曬下的這個獲益的程度 會不是那麼高 所以當然對觀光是一個很大的考量 那當時也協調過就是希望縣市政府 將來只要是跟巴斯大艾有關的觀光計畫 需要由部落的這個文化協會 先溝通跟協調過 才會再進行跟巴斯大艾相關的觀光計畫 那當時縣政府也答應了 那後來我想可能就是要靠這個民意代表人 繼續去追蹤跟監督 那其實觀光是一個 當時我自己覺得蠻 自己也覺得說可以透過這個協調 知道這個內部裡面真正重視的問題 也蠻受益的 就大部分兩地的長老 包括在南近環和北近環的 都非常堅持 請國家一定要登陸了一個文化的制裁 他說我們在下集巴斯大艾就是一個文字 不是兩個文字 絕對不要把我們當兩個文字 所以兩邊都非常重複性的提醒跟要求 所以這是一個 可能在別的地方沒有聽到的一種要求 他們兩邊的長老 惡性是代表長老都堅持 一定要登陸一個 就是巴斯大艾就是一個儀式 並不是兩邊變兩個儀式 那第三個也是有一點點的 雖然知道是那個社會運作的規則 可是也沒想到會變成像大家那麼關心 就是聖教族的社會裡面 長老的位置一定是都很重要 尤其是公共事務 也就是那個年齡接續 其實還蠻明顯的 就是公共事務是以老人家的意見 作為主要的意見 所以像有一些老人家就會擔心 這個原來的這種長老 作為祭典核心的主要的決策者 會不會因為這樣的登陸 因為年輕人比較會跟政府的公眾們 互動跟打交道 所以這裡也多使大家一再的要 要讓這些老人家覺得說 傳統不會因此而改變 才比較能夠放心 所以大概有一些關注的點 不過基本上大概最後的共事 都可以感覺到 他們認為巴斯大艾是三向的驕傲 也可以是台灣人的驕傲 因為確實是三向一種人物 所以當時也因為這樣 所以其實在最後的指定的時候也邀了 就是在那個看最後要不要指定的時候 也邀了部落的代表 也重新問是不是願意被指定 那指定了以後是覺得是 那甚至也問了哪幾個單位當成保存團體 是比較適合的 那三向族反而對於保存團體 是絕對沒有意義的 不管是你要用紀念委員會或者是 巴斯大艾人化協會都沒有意義 那五峰那邊也都沒有意義 反而是他們的那個團體的那個 那個共識性非常非常高 所以對於保存團體是完全沒有利益的 那後來的發展裡面呢 當然就是最後就是 在那個都已經指定過程 指定完以後 大家也都好像覺得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過程 因為至少也經過了剝落的 舉辦的座談公佈 那確實在這個後來的受政政 確實就出現了一些問題 那出現這個受政的問題 我覺得也 對我來講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意識到 其實在做原住民的這個文化資產的 這個行政的時候 是應該要意識到那個 可能是跟其他漢人的文化資產的行政 不太一樣了 因為其實受政到在賽下這邊出現了賽下的問題 其實在每一個地方 除了目前我知道是 就被耍的那個業績沒有問題外 其實幾乎每一個地方的受政 都有一點點問題 好那為什麼 我們可以看看 就是其實在公部門的想法裡面 我覺得有一點點把受政當成是一種 有一點點把它當成是一種 在儀式舉行的時候 好像是一個廟會一樣 很熱鬧的場合 然後來做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大家就一起來拍掌 拍手鼓掌 然後讓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達到一個證書 所以我覺得公部門也有一點這樣想 可是其實在原住民儀式裡面 巴斯大愛更明顯 因為巴斯大愛是一個 說實話是在台灣的原住民的 這個族群的儀式裡面 可能是最最最堅持都沒有停的 就即使經過日本時代那麼多 其實包括後來的基督教的傳入 或者是其他的外來的因素影響 常常會造成原住民有些儀式 會再次停一下 然後再來恢復 其實巴斯大愛從來沒停過 這真的從來沒停過 那當然規模有一些變小 可是從來就沒有停過 所以他們認為巴斯大愛是不能改變的 就是他真的在結構上面從來沒有改變的 所以原住民的儀式裡面很多的過程 他其實是一個 就是一個 有神聖的信仰在背後 所以很難有一個地方 是讓那個儀式好像中斷一下 讓長官進來頒個證書 所以這個跟很多這種廟會形式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廟會形式有的時候就在那邊停一下 然後大家就拿一個麥克風說 我們現在歡迎哪個長官來頒發哪一個證書 可是在原住民儀式裡面幾乎沒有辦法有容忍這樣子的空間 所以當時摩浩浩在說要受證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一點不知如何是好 因為我就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時候可以 官員們來在上面頒發證書 都不太恰當 那其實都對那個原來的那種神聖的神聖信貴有一點影響 所以我想這個中間他們在協調的時候 大概有就一直有 就是好吧 那要不要是在第一天的儀式之前 還沒有開始之前 什麼樣子的討論 可是其實大家都有一天很緊張 因為尤其是巴斯達爾的信仰到現在還非常的強 大家都認為這個巴斯達爾的信仰 是一定要被維持的最重要的文化傳統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就在這邊協商 那當然像參議員啊 理事長啊 還有很多這個文化協會裡的 大概都有一些內部的討論 一直在找一個比較恰當的時機 那當然當時的心情或者是考慮 都是認為說這是公務門必要的一個流程啊 那總是要配合公務門的做法 那後來反倒是因為這件事情發生 我反倒認為說一定需要嗎 誰說一定需要受政啊 我們的文化資產法裡面 並沒有一個規則說一定要受政啊 那也許在漢人很多的民族跟相關民產 他們很希望有受政 可是在原住民部落並不見得適用 那這反而是應該要來考慮 就是在這個協調溝通過程裡面 開始意識到有一些矛盾的時候 反而要應該來考慮的 所以那一天當時這個在節期喔 節期當然是在儀式的儀式 在之前將近一個月的時候 就是還沒有正式進入到正式的儀式階段 有兩方兩邊的結團要開始會面 一起逐漸加絕 還有很多姓氏的代表聚在一起談 今年度的儀式的整個流程 跟是開始的時間能的時候 所以本來是安排了文化部的人員 那一天去協調應該要到什麼時候 來做這個受政的問題 當然那一天的時間是不是安排得很好 也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因為安排協調的時間不到半個鐘頭 正式的儀式的那個節期就要開始了 其實大家心情就已經有點焦慮了 而且儀式一旦開始 其實就不是很好的 有太多的糾紛的時候 因為儀式的舉行本來就是應該 在一個很平和順利的狀況下舉行 所以那一天還在那個時候協調也有一點點 確實有一點點可能 現在想起來是有一點點不見得很合適 說不定要協調 早一點協調也好 晚一點協調 以後等於是完了協調也好 可是那一天的場合在那個節期 要開始前的一個鐘頭半個鐘頭 開始做這個協調會 其實開始出現不同意見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緊張了 那所以後來就是建議不要處理 就是不要在這個階段再去談這些 大家還有爭議的問題 那當然就不談了以後回來 我們就在想這件事情 就是誰說一定要去翻證 也許是那不一定要用這種形式來翻證 因為本來的協調裡面是 至少當時好像已經達到一定的共識 就是兩邊的理事長 還有有一些這個長老榮的看法是 如果真的文化部的人要來頒證書的話 可能就是在剛剛大家看到很多照片 很多人在河邊的那一天 因為那一天也還是 歌舞還沒有正式同時 而是在河邊兩邊集團的人 都在河邊會有一個聚會 那本來是說也許只有那一天 那甚至為什麼選那一天 像人群的主席 像他們長老有一些意見 他們認為因為那一天 是兩個集團的人都聚在一起 他們不希望各自來去拿 好像變成兩個人的事 而是他們希望是在一起的時候一起拿 所以當時有一個這樣的考慮 可是當然如果這些過程的討論考慮 都出現一些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至少暫時還不能達成共識的時候 真的可能就不是那個時候 不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在去談 所以我想這幾次的這樣子的這個過程 包括到了巴斯塔亞的這一次 我想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國家的這個 不管是物質文化資產 或者是非物質文化資產 其實這個文化資產的政策裡面 有很多是公佈行政程序的問題 那這個行政程序其實跟原來的原住民社會運作 並不是一個可以無縫接軌的東西 那其實真的要去把國家行政的流程 真的要怎麼跟原來的社會的傳統的運作 有一個好一點的這個配合 即使是有這樣子的意願 也覺得這樣是一種榮譽 可能都需要花蠻長的時間 好好的談不同的階段可以這麼做 可能不是像大家本來想的 這個都辦到這裡應該不會很簡單 看起來不見得 每一個過程都是一個新加入的過程 這個新加入的過程會造成什麼樣子的影響 其實每一個人的想像跟看法是不同的 那我覺得那個都是要討論的 因為每一個步驟看起來都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想像跟不同的看法 那至少這些過程裡面 也因為有不同的社會的性質 出現了一些不一樣的這個 可能是相互的這個協調不夠好 或公共不夠好 所以最近其實在文化部門職局也在進行這個 原住民的文化資產的修法問題 所以他們也正在考慮怎麼樣來把這個行政的流程 可以讓文化資產的政策 真的要執行在文住民的社會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比較彈性 或者是比較長的溝通期 而不至於是 那麼好像是從上而下的一種強制的力量 就要按照這個方式做 所以我想至少在這個部分 尤其在跟巴斯大愛的這個部分 我想也凸顯出來 就是每一個步驟都需要有一定的 協調跟溝通的時間 其實在跟部落的這個協調溝通 其實蠻重要 因為這確實是一個完全新的 外來的一個政策的行政的流程 確實要進入一個 已經有那麼長久的習慣的社會的運作方式 當中要有一個結合的可能性 所以我暫時先來到這裡 謝謝 好 我們就繼續補充 好 那個 剛才也聽郭老師講一些 我比較疏漏的地方 後面有一大段時間在講 當天的一些情況 我又回想一下 其實我發生的那一天 很多族人 因為從來沒有參加過 我們講的那個很農場 那種深色的過程 他大概理解上是認為 是不是要通過作為 國家中文迷失的這個事 可不是要受證 他就要反對 他不知道在前一年已經過種登陸了 是這樣的 好像是這麼回事 有些人的理解是這樣的 所以才會有那麼大的困難 假如說大家都知道 只是要有一位官員來頒發一張證書 不一定會有那麼大的衝突 不一定會有那麼大的衝突 我感到就是 當然 時間跟地點 討論那件事情 確實是很大的一個輸入 那 也有可能我的猜想 過去我也當過行政的人員 真想是不是說 希望 在最人去的最多 然後最高峰的時候 那張證書搬發出去 掌聲是給所有的人 大概是這個意思 當然 總之已經過了 那 我們會很妥慎的 處理 然後呢 更 更廣泛的溝通 其實溝通的對象 大概就是限於 對於這件事 有一些誤解的 我理解不夠的人 因為 陳如康胡老師講 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部落會議也好 或者說 理監事會 都開過了 那種代表性的 各世俗的代表性的人 都出現了 而且都 都理解到這件事 這樣 所以我們才 這麼樂觀地認為 就 只不過就是一個受政 怎麼會這樣 我想 前面應該是做得錯 我也不認為 後面就應該停了 這件事情 大概 我是認為說 確實是一個 難 難光榮的事情 那 回過團來講 那個政府的角色 當然文化部 我剛才談了很多 那個 這幾年來 農曆以及 新竹的祭壇 都分別 每一次的 都分別接受 當地的縣政府 有可能的相公所 那在 南庄這裡是 叫做山山國家 附近區 是屬於交通部的 那 武豐那邊是 雪霸 國家公園 管理處 那屬於內政部的 那 甚至在武豐那邊 還做了一個 夥伴關係的 結盟的簽約 所以他們都在祭典的時候 都會得到 我們一張的 申請補助的計畫書 然後 每一次都有 不同金額的補助 像 農曆先生 都已經固定編成預算了 兩年 變一次 都已經固定了 然後 每一次 當然都有一個 大家知道 跟政府申請 每次都會有一個 新的計畫書 他會核定給你一個 金額 然後 然後呢 像一般 我們處理這個 一般的民間團體 補助案的話 他都會規定 若干事項 你要遇守 唯獨在 華時代裡面 只是說你 檢具核銷 依照你的計畫 補定你什麼項目 然後那個計畫裡面 根本沒有涉及到 一絲絲跟祭典 的變動有關的事情 或是說政府的角色 應該如何如何都沒有 然後核定還更沒有 所以 這麼多年來 我們也得到了 那麼多的 政府的補助網 雖然我很不願意 用補助這兩隻 剛好他的計畫 唯稱叫補助網 然後 新的補助網 下公主條 或是說那個 封頂區管理署 我的理解是 從來就沒有 在公文裡面 要我來做任何的反饋 都沒有 另外就是說 他們都會 因為補助網 通常在那個活動 開始的時候 都會派一些人來看一看 我們也沒有 請他做任何的發言 一般的我們都知道 他那個拿著麥克風 講啊 講這樣講什麼 我的理解 這二十年當中 有一個最大的人物 陳總統 陳天總統 在2002年去了 他也只不過就是去 到底下跳跳舞 也沒有想到他拿麥克風 那不要說其他的大鬧小小的官員 像園兵會的主委 歷屆都去 是不會沒有 反正說他們有這樣的要求 或者是他們的幕僚 有這樣的示範 都沒有 然後 後來我 我知道的是 有一位記者 他是國外的 他大概最近有來參加 兩個地點 兩個計劃的 那個 紀念 他就給我提了很多的問題 其中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會請官員講話 我說 就 在南東這裡 沒有 我就把剛剛那段話 回他給他聽 那講一講 應該不是他 應該不是他 因為我很堅持 歷屍的來 當他表演講 我見過 前面都會跟他說很多 紀念是這麼回事 如果你在這個紀念的 時間來 很抱歉 就沒有傳統招待的講話 也都能夠理解 沒有一個 我理解的是 沒有一個官員說 我說 我補助你 一定要給我講 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 到目前為止 沒有發生 那這些余力 應該是 不是難關 我也不敢指 因為我沒有在古風待過 就是 他們在操作紀念的時候 我這邊也有紀念 只有在最後一天的 我的時段會去一下 那個時候 大概 他們紀念在我一身 也不會有相關官員去 所以我不太理解說 那位記者 他的依據是什麼 也許有發生過 那個人 不是在南莊 另外就是 他們這些小事 大概就是 我只有理解 有一次是說 有一次是說 是不是要 我們那時候是 有一次補助了一些錢 說希望是不是拍一個紀錄片 我想這個應該不是 非分的要求 因為所有人都在拍 好 好 就算給了一部片子給他 就算合銷了 他也沒有指示我們怎麼拍 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說 也要補充一下 跟胡老師講 我們三下族 感覺上是很鬆散 感覺上我們的意見非常的分歧 尤其在我們各種的公共事務 包括紀念事務 我們要溝通的時候 有非常多的人會發言 可是發言完之後 只要形成共事 那些發言就沒有 聲音就不太堅持了 往往我們也會 有時候 所要的小小的那個 技巧 就是說 不是讓你發言 但是做我們 後面也就是會這樣做這樣 倒不是違背大家的意志 因為各種意見 有贊成我們的 也有不太贊成 或有別的意見 這樣 那我們推動很多事情的時候 就會採取比較 就是讓大家講 就像這個 我剛剛那個 普遍裡面的 老人家先講 然後呢 青春帶 青春帶 鼓勵他們會發言 這樣 最後還是依照我們 原來會議的宗旨來推動 好像我們現在的 會議特色就是 就是這樣 並沒有說很 很嚴謹的說 一定要說 聽誰的 唯獨這一次 因為我實在講 全退而不及 對啦 在約會的時候 後來這邊 來個冷箭 我真的 沒有想到 我必須要拿擋箭來去 這樣 所以 有這樣一個發生 這也是我可以 跟我很多的 一起推動這件事的人 一個很好的檢討的機會 真的是 我希望再度 溝通 不斷深入 而且要廣泛一點 讓所有人都能夠 了解 雖然並不容易做到 但是 應該要盡量做 那 三項族還有一個 我自己常常在 跟大家來說明的時候 都會講到一句 我們參加日前的祭典 都有了露米糕 都會分享到露米糕 在當場吃 或者說 吃完了 還剩了 就會平均的分配 給大家帶回家 特別在祖靈記的時候 我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以前我們祖靈記是怎麼做的 我們一年有兩次 每個姓是特別做的 有的姓是遠一點 就分開 兩家三家這樣 但是他手上是那個姓 那 像這一次的 下半年 大概在11月的時候做完了 也有一些上禮拜 剛剛做完了 在過去的一個做法 是 去了之後 他會帶你 現在是我們 以前 大概有多少東西 因為糯米也是未來的東西 但是現在的糯米最好 以前是自己會帶一些糯米 現在不帶 我們每次到那個 祖靈記的祭家裡面 去參加祖靈記的時候 都會交一點錢 像我們參加的是 只要五百塊錢 不管會做什麼 就買一些糯米 還有一些 以前不是山肉 要把裂 現在不把裂 以前 還有 魚 現在因為我們那一道 就是一個生態保育區 除非 其實也會準 就是說 我們跟那個農業單位申請 一天捕魚 他準過 我準過 後來我發現說 我們補業技術也不太好了 那個魚很會跑 所以很浪費時間 就是我買的 所以這五百塊錢 大概是這樣 這樣做 然後生的糯米 然後放到一個木桶裡面 在金頭 雖然我 賺完之後 年輕人 我年輕了好幾十年 這檔 前兩年才沒有 把那糯米糕 把那糯米糕 然後 把好之後 已經看到中午 中午 有一部分 第一個 第一個那個 打的那糯米糕 就拿來獻給他 我們的祖先 祖先 然後呢 獻完之後 然後 我以前啊 那個 都是蹲在地上 蹲在地上那個 莫米糕 還有魚啊 鹹魚也好 秋刀魚也好 還有豬肉 用手 進球 現在大多數是 派出 在那個時候 現在也有手啊 不過一天不太蹲了 後來我發現的是 我到別家去參加也是這樣 就是說 一方面是年紀很大 一方面通風術很多 我自己就是通風術 就是 沒有辦法蹲了這樣 做一個窮拳 就是做一個小板凳這樣子 有些還是用蹲的 年輕人也是用蹲的這樣 都是 用古法來 來進行的 到 建設完了 大家再聊一下 就 有些工作人員 就把那些 別得吃不完的 那些路 就 每一戶 焦鐵的那一戶啊 就 帶回家 好 這樣子的一個形式啊 在 好多的紀念都是這樣 光光 還是白 我們要交那個 分子錢啊 就是 在 紀念前兩天 要分豬肉 分豬肉 然後還有 最後一天 那個 朱家的筆記 還有 也是倒的糯米糕餅 分給大家吃 做酒啊 給大家喝這樣 這些錢 就是 我們交的錢 政府的經費呢 就是 做什麼呢 我不是說 補出來我就存起來 可以 也不是這樣 像 因為人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們必須當那個 休息區啊 看台啊 另外要整修道路啊 要批草啊 還有一些 大部分的支出就是 我們要請查 消防 義工啊 來 來維持我們的秩序 和交通 好多的經費是 花在那個 行政的外圍上面 那真正在紀念裡面的事物 就是我們 每一回 交的錢 他後來也會拿一部分 豬肉回去 做 把勺來 來 大家也吃晚飯 這樣 做這樣的儀式 我想 因為各位有來 有好多事情我就帶過 我想你們應該都理解 大概都有些做功課 而每一下 每一下講得非常久 所以 我就從 用糯米來解釋說 剩下這個 看起來本來是一個 鬆散的社會啊 但是一旦碰到這樣的 祭典的議題 他就變成一個 所有的糯米 爭熟之後 打成不分離我 他的理解力很強很強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事情 非常敏感 所以 到了 有不同的政府單位 介入的時候 確實他是很緊張的 我記得我十年前 雖然成專心的 百分之百的時間 回到部落的時候 那個時候 在相電湖就是有那個 我剛講的那個 國家風點區啊 剛剛強烈介入 因為相電湖確實 到目前為止都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 遊樂景點 他就做了一些公共設施啊 像有那個 鵝卵石啊 做那個跳動路面 我不明白他們會想要做 因為當時大家都是 比較少開車 都是騎摩托車啊 機器車啊 我聽說就有人到山下去 買了一個雞蛋 放在摩托車那個 那個 那個 塑膠邊的 那個 那個 籃子裡面 經過那個 那個跳動路的 那個 通通通通 跑通街站都破掉了 那個 不是當地距離需要的 然後那個 時間一直長 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 微路的 比較低軟 但是鵝卵石石在那裡 然後 還有一些 經過重車壓軟後 那個鵝卵石會戀開 戀開之後 很多車子過去啊 這個 尤其是摩托車 很容易就被割破 所以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大家对于工部门,尤其是山山国家风景区,印象特别恶劣 我大概花了四年五年的时间来帮助两边修补这个关系 他曾经当年没有填这个日期,那个土地的同意需要,请一个地主签名盖帐之后,来盖一个停车厂 如果大家去相天谷的话,到了那个排楼之后,再往前进去右边的,不是很明显的 大家比较知道是左边那一块地,右边那一块地就变成山山盖来停车厂 但是呢,始终没有当做停车厂使用,也不让地主在那边收费 因为他通过这个公路事业法,从不反而没有正式的申请 但是所有的南庄的老街那一带的地主都收贤了,唯独这个盖子不能收贤 所以当他不服,不服这个恶劣的印象又更加,又增加预产 所以都认为是正组越多努力,但像他说他要租界五年,尚未没有标志齐 那解释是他解释,万一没有标志,当然他都没有 后来我跟人说,你们标志齐,自始又无效 你可以提出,什么时候开始你会跟我进入,这样反驳他们 现在呢,他们就退了,就是说你们可以自有所谓 但是呢,如果你们要收停车厂的那个,停车费的话 我们要跟车厂,游客的车厂起冲突,我也很好的告诫他们 就这样,其实这还是不够啊,我想说,帮他们申请一个正式的停车厂 让那么多的观光人潮,让本地,要不要紧 所以公布我们的角色在那里,就会影响会比较固定 这几年啊,像广播军明太太的时候,对相天我有非常多的一些看法,想法 就是说,我希望把那个虎舌,好像虎卫族的虎舌,把它清掉 让大家能够更干净地看好,这样 所以观光这种也有帮助好 另外就是说,御美画,另外就是把那个左边,大家看到的平常也合法画 但是首先,因为我们居民不太训练这个公布,所以常常就 从沟通的那个阶段就失败了,对我来讲,说得该很大 所以我继续努力掉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跟这个报告的就是比较 跟这个,中央卫族这件事,有点关联,但是又不是直接了,就是 我们的具象,原来那个地啊,现在很平嘛 原来那个地是,有一代的地球 他,当时大概取得若干的一个补偿 就也许这个阿斯大耶的祭典在那边,也许 所以我们陆续以后来就整平,也有看台,也有几乎的建设 现在那个老的地主过世了,他的第二代是三位兄弟 三位兄弟也有一些过世了,现在变成第三代了 已经分割继承了,那那块地的地主,新的地主 就吉利主上说那个还是他们家的 现在的两年只准许这个阿斯大耶的祭典,在那边使用一个月 其他的一年十一个月,他要做三月使用 那在前面呢,他曾经说,想要卖掉 卖掉我,侧面打听说他要若干的钱 我也是多事,我就立刻起来,苗栗先生很编的预算 想要买那块钱,后来他知道了 就不卖了,为什么我现在可以收停车费 车费太好了,一个假日可以拼好几百五十块钱 所以他认为这样比卖地还好,所以那块 那个预算搁置在那边,每年再垮了一个年 我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呢另外还有,原来的一个规划就是 想要把目前这个祭典的位置再迁回到 过去的比较旧的位置 就是租家的院子前面 那边腹地比较小,但是小归小可以做更好的规划 但是需要比买这块地的钱更多的几岁 这恐怕也是我必须来做的 因为假如说,我们现在已经通过了国家中文秘书 然后呢,未来的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去把那个证品回来了 结果我们很尴尬的发现到 我们没有递来操作祭典 那,我会立刻去,赶快去跟我们称行 算了,撤销吧 很干大,我说不过去 但是我想,三下族人的智慧应该解决 不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那,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一方面是这个地还是可以一直使用 或者是有一个新的 当然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规划 它会远离勘贩跟车链 让大家能够在那边听到原声的几个演唱 因为现在都加了麦克风,加了音箱 很多人就偷懒,都不唱 就是那几个带唱人唱一个词 实际上,我在若干年前 有好几次听到就是没有加那个 没有加那个过一期的那个歌唱 非常非常的感动 那个歌声会一直留在我脑子里面 超过一个月,一直在回旋 那现在因为只有一两个人的声音 就打动不了我 我听说五峰那边是用原声唱法 我也相当的学识 所以这是附带的说 就是,假如这个机场用地 是这么干扎的话 于是,于是的干扰是自己造成的 不是国家的 所以我必须努力 但是我大概跨讲到前头 也许会发生,也许不会 大家就用那个韓话这样 有待未来的观察 我现在第二次讲到这里 难得请到两位可以同时跟我们介绍 目前巴斯达埃的申请的国家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算认可吗 这样获得让国家看到这个过程的一些事情 那另外,刚刚潘映元补充了一些赛校主线 关于祭典面临到的一些困难 一些事情真的听起来没有挺胆纯 那我们就大家提一些问题 在大家想之前 我想先请问一下 因为刚刚说到是 不管是部落会议在讨论的时候 或者说当天那天在讨论 约旗那天在讨论受证的时间的时候 大家提出一些不同的声音其实是关于观光 观光是非常主要的 然后我们听到摊贩交通 大家都很烦恼 可是好像胡老师在解释的时候 好像在观光里面有一点不同的考虑 不是,师父我不太清楚 是观光本身比方寄点商品化 或者祖先的资源商品化 还是说是这观光资源不在赛下人的手上 因为刚刚讲的师父这两面都有 那那位停车厂的地主也有这样的考虑 所以不是说不欢迎他来 是说谁把他们带进来 谁领导他们 有点算是一个权势权力 要是中间 其实当把他变成一个外面人可以进入的时候 是谁在做这个事情 当然他有一些相应的物质上的汇报 那这个似乎是一个 这两个在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 它有一部分的资源分配的问题 有一部分是我们对于国家的一种抗拒 当然这两个也是合在一起 国家抗 对于国家新办法抗拒 是因为他的资源分配没有处理好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对抗 好像也有着比较现实的一面 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还可以怎么样介绍一下 然后大家要不要再多提两个问题 我们再一起请他们回答 老师你好 我是文化大学历史所的研究的事 然后很想请问一下 赛亚族的巴斯塔埃的七哥里面 你们那个母语是很重要的部分 然后我刚刚提到所谓的 刚刚我听到说有所谓的部落学校 那除了部落学校以外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其他的医院措施 来做这种母语附赠的工作 因为旧我所知道现在很多原住民 尤其青壮年都到都市某省 然后有些特殊的那种活动才有回 然后像那种青壮年的 你要怎么再让他们去有这种 那个母语接触的机会 还有对这种传统文化的论空感 谢谢 谢谢我 其实今天是来学习的 我刚刚其实蛮赞同胡老师提到一点 就是那个时间的 时间的tempo 显然公布门或是说 某一些需要追求绩效的官僚提起里面 对于时间的那个感觉 其实跟部落是有一段距离 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八八风灾之后 马上就可以连接到所有 八八风灾之后 比如说永久屋的那个争议啊 那政府非常 或是说慈激这样子的一个MGU的单位 他非常希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赶快做出业绩 赶快把这个捐来的钱用掉 赶快想办法安置 然后通通都解决了这样 就他希望在一个很短的时辰内 把东西压缩 然后做出一个成果 那可是这跟你 要在部落里面细致的去讨论 尤其是很多复杂的 社会关系的因素等等 这彼此真的是在 在国际上就是冲突的 这个其实在 比如说我之前听到一些大阳州的 就是一些NGO团体的人 也有在谈到类似的东西啦 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些NGO的单位 他看起来比较不那么政府部门 比较不像公务员有每年的考基或什么 又同样呢 他们对于donors捐款的人 他还是要给一个报告 说我们怎样做哪些事啊 然后有完成哪些计划 然后补助了多少人 然后就是物质上有哪些什么东西 然后分多少钱出去之间 他每天还是要 他还是有那个report 那个压力 所以于是到最后很多时候 是为了绩效会 一方面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 就是那种时间上需要运作的逻辑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问题 即使在那样的NGO里面 也是非常的明显 那个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为了要达到那个计划 他除了时间压缩之外 他为了找到最短时间 或最快速的方式处理 他可能就会走某些捷径 这个时候那个捷径可能是 比如说我想在赛下比较有这个问题 之前另外一场在讲 那个台湾组五年纪的 五年纪的那个case里面 你看到的就是 呃 县政府的登陆单位 有一点便宜行事了啦 就是对于哪个单位来的 哪个文化基金会啊 来登记这件事情 没有做一个更周全的讨论跟处理 就是你有一个单位登记 我可以和销 有一个单位可以接受这个钱 我可以拨款下去 他可以和销 可以怎样 好像公务员不会变成徒利个人 然后他有一个对口单位 他就他就放心了 这是在整个公务体系运作上 这跟时间也是有关的 但是我觉得是 一定是稍微不太一样的 另外一个面向 也就是说 呃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国家跟部落之间 这种不一样的运作机制上很好 要有公务员的钱进来之后 造成必须要地方上 必须要有一个比较permanent的一个 必须要 就有出来一个有代表性 有时候他部落里面可能 我们真的不知道 可是我们只要找到一个对口 他可以 钱可以下去 就可以了 那包括说一些民间的 文教基金会 他想要补助款的时候 也是有点类似这样子的前进 可是在部落里面 表现一下 比较好 听起来就是 大家有共识 然后那个机会是没问题 可是在很多其他的地方 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觉得他又造成了很多的分争 这是我的一个 回馈的那个ech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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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问问 因为你刚刚 你最一开始有说 就是 呃 一开始你们花了很多时间 在部落里面 然后跟长老 或者是跟众生 带来 就是至少 听起来是你以地缘为单位 去跟 组里面的人沟通 可是你后来有说 是因为 有可能是因为Facebook 或是社群网路的兴起 然后 有不同的声音出来 然后这些声音 可能是 例如说是这些 呃 组里面的长辈的年轻人 那年轻人回家跟长辈说 那你刚刚 最后有说 可能这件事情 你会需要再 多做一些努力去沟通 可是我想问问看就是 因为这有点像是 世代 在面对那个 沟通的方式的 那个方式的 落差或是差异 那这方面 你有想过 可以怎么样解决吗 因为 我觉得网路社群的 那个声音 其实很容易会群聚 就例如说反对的声音 他很容易会反对 像我们也 我们在后来搜寻 那些资料的时候 也是有看到 一两个 呃 比较主要的声音 反对 但是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他们反对的内容是什么 那这个工作 我想问问看 你有想要是怎么处理 从后面开始 那个 你讲那个 你刚才有讲那个重点 就是非常 少数的人 刚好 那些发言的人 我都 都认识啦 有个人很小 就来 今天 找到他们特别沟通 然后请他们来参与 有很多 因为是 在都会区 就包括 后来发言 阻止我们 做受证工作的主绩 他是 常年住在都会区里面 他都有好多事情 是 部落 传出去 然后 都会区的人 就会发表意见 再转回部落 这样 所以有时候 在部落里面 会对这次的简直 会觉得说 有点 陌生 因为我们一直在很正常的进行 没想到后来会有那样的发展 所以这次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 他绝对不会是 常态 不过我也得想要去说 为什么会 只是一两个人发表意见 然后整个否定我们 前面好几年努力的过程 这只是 是我要 我们要检查 是 那个当事人要检查 我也说不上来 但是努力 真的要努力 我偷偷 再有就是 刚才那个老师讲 就是 我讲到我们那个 叫做保存团体 为什么三下组比较没有 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也有一个 在电视台工作的我们主人 大概也是因为那个 刚才讲的那个 五年纪念的事情 他也提出来说 为什么是网线这个 我就刚讲就是 他常态就是在 这个时候 他不是突然出现了团体 他登记为这个 人民团体正式的实惠 确实也是因为说 是那个 经费合销的问题 但是他的组织的性质没变 他就是协助这个 地点的 那个外围的行政的被动 就是 这叫一套人马 两块招牌 这样的 我想没有 没有什么抵触的地方 再有就是这个 同学啊 讲到一个 语言啊 替歌保存 我发现到我们有一个机制 值得一直在推 我们学习继歌的时间 差不多是一个月 就是我们 在定日期之后 结房的乐旗之后 开始就陆陆续 因为那天才开始唱第二首的 一个季歌 各个部落 各个部落就开始 自发性的组织这个 这个 这个 学习的这个 关系 所以往往一个礼拜过 很多族人声音是沙烟的 因为非常偶尝 非常偶尝 非常偶尝 这样 到了最后一个 一个星期 在南庄主席 事团这部分 就会集中到 集中到 集中到下面 我们那个 部落机场 机屋旁边有投动中心 在那边大家综合练习 然后每一次的 我们都会发现到 会有很多 精彩的小朋友 他们学习的可能很好 所以陆陆续续 我发现到每一次的 那个 继练带歌的 因为这声音大笔 你听到说 是不一样的人 我邀请他来 带动歌 你知道参加 集歌的形式吗 前面有一个人唱一句 后面就 附带来唱 回应 我们的歌就是 我讲一句 回应一句这样的 所以 他一开始唱的歌 我就知道是换人 我觉得这是很 很可喜的过程 那 特别是 继续家里面的 小朋友 他在国中时代 就可以带歌 另外 平常 我刚刚讲过 有 我们有取得 主题的量子 在学校 有 教这些课程 就是 小朋友的 唱歌 所以 我们在这个现场 会听到有一些 国小的小朋友 声音特别大 就是因为他们 对这些歌 都非常熟悉 有一些特定的曲目 就不能唱 他是有禁忌的 例如说 那个 招琴的第一首 你不能随便唱 就请他来 唱到他回来 他 不甘想的时候 就不要来 所以那首歌是 你都不用唱的 其他 我知道有些人都没有交唱 还有就是 我们原来说 有些霸人 也在唱 也表演 现在暂停了 我就很可惜 因为他们就 随时都可以 很精彩地把它唱出来 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 部落学校 我们原来的设定 是说 我们希望在寒暑假 寒暑假 早期 然后集中住宿 然后 开始他们 没有办法全 晒下语的教学 但是慢慢慢慢 来加入 希望在这 两三个子里面 小孩子们 都能够完全接受到 晒下语 很可惜 就是停办 不过我们会想规模的 在续办 假如就是 我们像民主学校 一样 自己小规模的示范 也是蛮熟假的 我想 目前来讲 应该还不至于说 完全 断绝掉我的朋友 推动我的朋友 而且工作 我现在想到 我们不要政府 来干涉我们 你不出钱 也没关系 都不要来干涉我们 故意这件事情 我在艺人的认识 有很多是在 一场段 跟我们的教育师 出场会 他常常拿那个 教育和法律 来限制我们 做民主教 现在当然 稍微放开一点 刚开始不是这样 所以 开始 我想说幼儿园 开始飞好 幼儿园那边 做双语的 来教学 他们就误解说 也许以前的民意代表 给人家想象不是一样 他误解说 我要开那个幼儿园 其实不是这样 我想像 在我们原乡的那个 幼儿园 加入我们那个 赛下语 非常熟熟的那个教室 去用赛下语教学 用这个方式 但是不成功 所以我想 单独来 来设立 如果是我 真的现在要自己开了 我就用全赛下语来讲教学 因为像 你不会 不用教学他都不会 好 那我就用赛下语 但是 有可能要筹备的成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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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原秘书是这样 原秘书的业务是 推动振兴 那些那个 但是他是 一般的社团来做 他不能去 指挥这个教育体系 所以具体系 有教育处来取分 要不然如果说原秘书 或者是特殊业务 那些老师根本不会听你的 即使一个学校 比如住民学校 也有不同的老师 在做我不同的选择 我们的好多孩子 都可以通过课语认教 因为赛下语学 像我的 我的弟弟 我弟弟 甚至通过 比难以教学的认教 赛下语认教 赛下语认教 对 好 董老师 好 观光 这样子 观光 但是我说一部分 请董老师人 补充一部分 那个技场 如果说只是以巴塞来讲的话 一年就这么三天 你要形成这种观光的 展业 就纪念本就是不容易 但是现在来讲 夏天堂也有 常设的摊位了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观光景点 如果再加上祭典本身 有好几个面向自己观察 一个就是地主 这个 夏天堂真的有个湖 还有停车场 所以从停车场开始到湖 两边 湖边的大屋都有设摊 所以当地的地主 有的是自己 在自己的土地上设摊 有的是把这个地呢 租给别人 这个别人有两个 一个是赛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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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都卖一些 我举例好了 很多人问我说 那边卖的蜂蜜 跟苦茶油 可不可以买 我心里很正常 因为有的是赛下族 也在经历 我推荐他去买 好像我挂了这样子 我不让他买 我就觉得也想到生计 可是你自己去判断 至少他不会吃坏人 这是一个 祭典的时候 有更多的地主 租给摊商以外 还有很多帐篷 就是往自己的族人 来参加的时候 休息一个地方 那个可不是免费的 他就租给自己的族人 然后一顶帐 比如说一千块 五千块这样 就是赚那两三天的钱 都有的 其中有一家 他住人很高兴 就住人家 我常常问他 我说我来帮你 因为你这个地最好 然后现在在苗栗 我可以介绍你 想要露营到泰安乡 露营了 我就拜送他 比如说你去申请 这个检疫修建农场 我来辅导你 你那个地方太好了 因为你把那个山路 都抒掉 有很多空间 我们在树下露营是太好了 别人都在泰安乡下露营 然后呢 你去帮忙管理这个公共厕所 就在你的地旁边 你再只要找一个 那个淋浴的设施就好了 每天烧台 大家要洗澡 然后停车场是现成的 公共设置是现成的 你根本不用什么投资啊 那是很无恙 他不要骗我 但是他每两年就会租给人家 就在那里是大帐 所以 还有一个就是说 对于产业经营的概念 可能还没有到位 也许是这样的 但是很多地主是租给人家的 我也常常很感叹 我常常受人要委托 提拖 所以说来 帮我把些 他家的设施弄好一个 结果到后来都发现了 他是为了 老师来的时候呢 方便租给探商 我死掉为止 但是当时做的时候 我认为做好事 后来才知道 这里 就算鼓励好了 那也是无奈吧 就是因为平常是 用大众来寻手 所以大概观光 还没有形成一个产业链 都是外来的 然后呢 当地的 很快就被打击了 我举例好了 我们现在 在家文馆 就在那旁边 前面我们就设了一个 部落市集 那就是我让 我们原历室去设的 原历室在最初构想 是希望 向年湖的 边上 有种菜的 种香菇的 那些新鲜香菇 非常好销 新鲜的高丽膳 好销 他就 有空就到 那个摊商摊位那边去 假如顺利的话 可能 你弄得那么大 只要纸布 游览的时候都卖完 很好 但是后来有 固定人摊位 固定人摊位之后呢 他们有 不同的经营概念 他就看 老太太门 老先生门 卖的东西好 他就到外面 撑下去 进一大堆来 然后呢 好比说 50块一个高级菜 他就 两个50 或三个50 就打外方 他就没有意愿 就回家了 然后他就独 独在那里 也有那种 竞争的问题 没有办法和平 一旦到了商业 就是有竞争 所以我 常常也想要 很努力的规范 但是我也不愿意自己把这个手伸进去这个管理 我希望大家行能自主 自主来管理 所以还有一段时间来看 这是我的部分 我想那个观光的议题 刚刚那个童老师大概有 想要问两个层次的观光的考虑 或者是顾忌是不是 一个是 是不是对于那个 主仙的仪式 能不能商业化 是不是就是一个 有一点必须要被 这个考虑的 那确实我觉得在在下的 在下的社会里面 对于仪式变成商业化的这个 很多人是有一些意见和看法 所以本来要把仪式 变成是一个商业的 产品也好 或有商业的资源也好 就很多人会讲话 尤其是老公家 所以本来要做这个就要特别小心 而且要想讨 所以像刚刚开演讲到那个 在八卦丽有一个其实是部落的园区里面 包括整体性的有风味餐 有这个神态导览 其实有的表演场 本来会有一个表演节目安排里面 其中有一个环节大概有一小段吧 大概十几分钟 本来是有巴斯达爱的歌的表演里面 本来也在过去也曾经跟姚主席去 去混过主席的工作 也表演过一段时间跟最近提过 就是其实那个紧张好像一直都还存在 虽然可能和解过一次 或者争取过主席一次 可是可能换了一个情境以后 就会又被提出来 所以对于仪式能不能够作为商业性的一些资源 我觉得大家本来就有非常多的考虑 那那考虑也不会一次性 说这次可以以后都可以以后 就大家一直都会有一些反应的需要 需要重新出力的可能性 那观光资源没有办法自我掌握 本来当然一定是 因为我觉得观光的这个利润 大部分都不会是在原住民时候 自己能够分配得了 大部分都是观光也许非常兴盛 发展得很旺 可是真正经营观光事业的人 都是外保者 那其实在Fast Eye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场景更明显 那个祭典的三天其实周边当然都是夜市攤盤 其实我想那是我看过大概所有仪式里面 那个摊犯会最多的那种场景 他真的是被整个围在 围在各种这个夜市摊犯中间的一个机场 所以这当然都是外来的一些经营者为主 那当然就像安言讲的 可能有些地是地主租出去 他可能收的是那个租地的钱 大概就只租了三天 那真正在经营business的都是外来的 那即使是平常的时候 一车一车的游览车 现在有很多人会上 因为Fast Eye确实在台湾的社会里面 让大家有很多的这个感觉到神秘啦 或者是这个奇特啦 那种好奇的心理一直很强 所以其实在平常都会有很多游览车上去看市场 所以看机场就是周边延伸出来也有些相关的 可是那个也都不是真正在向天湖的居民 那当然向天湖其实风景也很漂亮 确实也很漂亮 所以观光的资源到底能不能够开始有一个 这个自我的经营可以变成自己的利用 我觉得那也不是那么容易 也真的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去 包括协商 包括去理解怎么去处理这些资源 甚至怎么运用这些资源 因为可能也不是说放个电 在那里就可以运营下去 或者一个摊位就可以变成自己的生意 其实这中间有很多的不同的需要考虑的事情 所以确实光是经营观光产业 大概就需要有很多时间的培养跟训练 甚至要有很多的这个沟通的过程 所以这两个层面都有 一个是对于观光仪式的资源 能不能把它变商品 商业的资源或观光的资源 我觉得大家都要很小心 都非常小心 因为它确实是在传统的一些禁忌裡面 很容易被批评或者是可能被解释 自我触犯的经济 那另外一个到底观光产之言 也不是自己的 所以对于巴斯达埃当时 要变成国家文化的这个重要的 文化遗产的时候 很多人会顾忌 顾忌这个 它可能就是更好的宣传 更好的宣传点 因为就是台湾的重要的民族遗产 那就是一个很小样的标语 问题是这个标语来了 一方面又有一点可能会很高的危险性 会侵犯了原来的阵境 那另外一个 那那个观光之言也不是赛下的 所以那会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方式大家会都在意的亨点 所以这两个层之都有 那我觉得那个季歌的学习喔 非常有趣啊 就是赛下季歌的学习我觉得 至少我从到赛下去做甜点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一直都有一个很特别的景象 因为其实赛下季歌是很能够的 过去是非常想要进一集 就是只有在季期开始以后 才能进一集歌 那两年才一次的祭典 所以那个季歌又很长喔 非常非常长喔 它要唱 它要能够唱这个整整三四个晚上 就是这样一直唱下来 所以那个歌词也有很多喔 其实很不容易 而且那个非常深奥的 所以确实要学这个季歌很难 那其实我看好像历代的赛下人 也都很努力要记那歌词喔 我每次去看那个 同一个家族开始练季歌的时候 老人是拿出一个日文季的那个季歌本喔 这个中年人是拿那个 啵啵啵啵季的季歌本喔 然后年轻人就是罗马拼音喔 所以各季各的喔 就开始在那里练习喔 所以那一个月是非常紧张的在开始练唱 所以几乎在每一家的那个季期开始的时候 都会是开始要练唱 所以其实也许有一些困难度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会特别的勤奋喔 因为大家要特别的 特别想出一些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呢好像在差不多十年前左右的时候 有一些已经开始在考虑 是不是稍微松一点 就像刚刚安源讲的 就是有一些不是那么严格的进阶机会 可不可以平常的时候录起来 我在开车的时候 因为我碰到一些年轻的就是说 他干脆把他录起来 平常开车就开始扑 因为人家每天听每天听 他就可以记得了 所以有一些长老人也认为 这样子并没有那么多的示范进阶 因为他也不是那么一定不准的严格进阶 所以也有一些心目变通的考虑 就是这个好像是在协商方面的不同的做法 所以有一些人认为说 那这样子可能刚才把它录起来 录起来他就可以在他要听的时候 就开始听人来学 所以记歌的学习 可能是在那个时候的一件非常重要的 心理上面的一个功课一定要完成的 所以反而因为这样的心理知识 在那段时间非常认真 非常兴奋的要去学它 要练唱 那网路的社群的问题 我是觉得啦 这个一方面其实也不见得不好 因为其实像赛下的八十代记得 一直到现在为止 大部分的人 其实尤其年轻世代 都在外地的工作 或者是读书 其实很长的时间不在一起 可是其实到了记得八十代 大概回去的年轻人还是非常多 各种仪式 其实赛下族的年轻人 回去参加仪式的领域是非常高的 那我觉得网路的社群 也许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可是说明也是一件好事 表示他们开始关心 那也是一种关心 即使是反对也是一种关心 因为他意识 也许会有一些对传统的伤害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这种 表达意见 我想至少网路也是一个相互表达意见 勾勾勾的广告 也许他们表示他们自己的想法 可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年龄 每一个时间阶段 可能都对于文化的传承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现在在网路上有一些表达看法 说不定可能他是到了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可能他到了中年 可能他到了当长老的时候 考虑可能也不同 我觉得他们愿意出来表达 对于文化的对于社群的社群的关系 因为至少多的社群蛮不错的 蛮正面的好事 对于大家表达意见 相互可以有共同的广告 那基本上整个对于文化资产的政策 我觉得其实执行了这几年下来 其实第一线的在文化单位工作的人 我觉得他们也都有一点感觉 所以其实对于那个时间 当然他们会有那个压力 就是好像怎么做了这么多年 才做了这几件 那当然就是好像也很认真工作 可是其实他们自己现在心里 也开始意识到就是 如果你的认真工作 是造成这个社会或这个社群 或是文化的传承出现更多的困难 那到底要怎么驱使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人开始在谈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人就说 要去跟立马文角 不要一直吹我们 不要吹我们快 因为大部分的人是很数字在看成绩 是没错 那如果开始越来越多人 意识到这个问题 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不是你做的越多就不好 因为我们后来有一次在讲 你可能做的越多越坏 那如果大家开始有一些这样的概念的时候 也许就不会有那么长的 那么强烈的时间压力 所以说不定让大家可以真的好好来谈 什么样子的政策 可以真的对文化的传承是有帮助的 而且是更可以让文化资产的 也许登陆或指定 是真的可以对文化的传承有帮助 而不只是一个表象的东西 所以我想大概是这样的 我问一下一个小问题 这几天好像文化部在修法 有一个座谈会 不知道你们有个猜疑 可不可以告诉 双方我们介绍一下 跟双方您相关修法的方向 其实现在还可能就是在收集意见当中 他其实在开一些咨询的会议 那目前其实有几个问题 因为要怎么把它写成法条放进去 第一个问题就是 原住民相关文化资产法 要不要是一个专章 因为他要分别散在各个类别里面 还是其实是有的 跟原住民所有会者的专章 包括有形的 包括了无形 因为其实我们应该讨论也在说 其实大部分即使是有形的 可能他背后的无形 真的去跟部落互动的时候 所有的有形背后都是无形 就像我们在讲国宝 带和部落去沟通的时候 其实那个口述传统就是无形 他不会只是物的问题 他是细谱加细的整个历史 甚至部落迁移的历史的问题 那是口述的 所以其实有在想这个问题 所以要不要变成一个专章 或是一个议题的拷问 那当然现在在管理 要在文化文字局 要收集大家的一些意见 那另外一个其实 就是在类别的分类里面 可以看到刚刚潘云提到民俗 这个民俗遺产 听起来不管是民俗或有关一户 其实那个民俗这个字 就是有一点特别的 因为UNESCO并没有用这个字 UNESCO是用社会时间 社会时间与信仰祭典之类的 所以也在考虑就是 原住民的这一些遗事 信仰要放在民俗里 所以要用这样的分类概念 那到目前文的很像 传统艺术在 如果你们去看文之后 那是真的 传统艺术一个是表演艺术 一个是工艺术 那工艺美术这个分类也是有点怪的 因为好像在排除掉一些 比较手工技術的 好像到美术那个层级的东西才算 所以这个包括分类的概念 其实也是一个重新在谈 是不是也都其实在 放在民俗里面社会 一些是不是社会的部分 那中间的那个指定的流程 各种问题大家 大概最近的几波下来 几个指定下来 大概都意识到那些问题 所以也会放进来 比如说保盆者保盆团体 到底是怎么界定的吗 该怎么界定 那中间的流程里面 部落的沟通 应该要放在那几个点 一定要要求 不是到了最后 要等到国家要来考虑 要不要指定的时候 才来部落沟通 有点说那时候太晚了 所以就开始在谈这些事情 那另外包括像这个圆明会 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到底角色是什么 他们都没有角色 好像最后才就要跟他们讲一声而已 所以也在考虑 其实在那个 如果真的有一个 比较跟原住民有关的 这个办法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文明会 一定要拉进来 再从一开始的阶段 就应该要有他的角色的位置 基本上是在谈一些 大家意识到的一些问题 将来可不可以放进来 那当然也许可能其他的朋友 也有一些意见跟看法 说不定真的可以多一点的声音出来 大家才要把真的要调整和修的事情 可以一次的收集多点的资料 有没有想法 还有没有什么想要问的 还有没有什么想要问的 那我们就 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讲的 对一个人不明的 这样子的 最後還是講一下 國家中藥民俗通不通過 或有沒有受政 其實都不會影響到 有去到未來的那種決心 我們的做法 或是說那種結構 大概都會一直到我們存在下去 我自己有一個看法跟存在 就是 或許某一年 在下雨大概沒有人在死 在下雨 我是持悲觀論 但是一點不會 它的生命會比這個魚 腰裡面長得非常非常小 我自己是這樣的看法 因為它那一套 非常嚴謹的東西 一直都在 這單位就從那個生命裡開始 就是每一家人路順子開始 這個意識很強 意識很強 然後雞歌有一個情況就是 好多人都知道那個旋律 那個音 如果我說那個音你記得住 也許不一定要知道那個語言的意思 所以它就會一直傳下去 就像好多人 並不懂 外國語言 他會唱那些那個國家的風力 可能也會發展成這個樣 或許現在有的小朋友就是這樣 他不太了解 沒那麼深奧的東西 因為雞歌我們各位 大概小小分享 他有點像 善家族的詩啊 他是押韻的 押韻的 而且 如果我們單獨 把重複的部分抽離出來 用善家語來念 確實他是押韻的 在講 好多好多我們的歷史跟神話 然後也有一些是 就是自我對話也有一些是 好像是跟某人跟賽下族人講話 這樣 我覺得很非常深奧 所以 要真正理解 一定要全盤了解賽下語 不然的話是非常不容易 我在幾年曾經想要 試著用自己的觀念來翻譯 如果不成功 那些東西摸看 不像歌裡面 我就趕快放下 不敢再動 我對賽下語的掌握很夠 如果是 也許未來吧 再繼續 我很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用賽下語 來做聯想 那 但是 不一定做得到 對 確實是這樣的 但 我知道很多人 那個中生代表 現在參加聯想比賽 那是 被搞 真正要他提起這樣 非常非常的困難 他有真的非常深奧 以及 跟時代有關的事情 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很多新的東西出來 已經沒有辦法 用賽下語的表達 但這個時候 要傳得非常難 我們現在正在討論 外來藉詞的問題 那我覺得不統一的話 這個研究不容易再發展 OK 謝謝 那我們呢 就今天這一場 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再謝謝兩位強 謝謝